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1月25日 星期五晚 继续有Tiger短片教室直播 如果收到星话OK 就留OK了 非常赶快 刚刚在上环赶飞 我先假设了声音OK 因为不大意塞 很辛苦 欢迎大家去收看 我们都试图星期五晚 究竟是否会多些人 还是少些人 基本上大家应该在街上 不过不要紧要 可以看直播 飞车赶回来 因为坚持了要做 现在今天到第3晚的直播 也都一如以往 我是Tiger 我有拍短片 也有去教一些人拍短片 直播希望可以和大家互动大一点 多一点的机会可以去分享 和互相交流短片信息 一如以往 每一晚大约有半个小时 第一部分 就会谈谈新的怀疑 关于短片的小工具 第二部分 就是短片的分享 第三部分 就是主题 今晚是烧谈日本广告 激发脑震荡的创意 是日本广告 很多人说喜欢看日本短片 今晚不是看日本短片 所以不要误会 一开始我们都可以 先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基本上就没问题 我们就继续 我今天想带来的小工具 就是这个手机 我想这里也很多人用手机拍片 我不知道人们有没有看过 是一个手机的镜头 其实相对来说很大 如果大家买到手机店 也有几十元 八几元 就像手指尾那样大 而这个给大家看的比例 都几大 差不多整个手指弓那样大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镜头 就是可以变成 把你的手机变成 广角镜头 即是广角镜头 你会看到 其实我买过很多很多个 而这个我觉得 所以说法质量是OK 因为第一个大 而且它做到0.45倍的Super Wide 其实都几广角 其实安装很简单 剩下两个盖 它就附送一个这些镜头 我喜欢用这些镜头 因为你可以自己调节那个位置 令到它刚刚好 其实放在它夹住你的电话 iPhone就可以了 看看没有一个电话 插出来 OK 如果你是iPhone的话 就夹回iPhone的位置 如果你不是iPhone的话 其实都可以放在 你会看到的 把那个镜头 就是刚刚夹到中间 其实你就会有一个 就是 弯很多的景象 适合些什么呢 就是你喜欢去旅行拍照 又不喜欢用相机 或者不想带相机 单反那么大 这个就可以把你普通的手机镜头 变成Y角 又或者如果你是喜欢用iPhone拍照 其实你问我日光影风景 iPhone和大机分别 真的不大 当然这个有冒犯一些专业视频师的 知验 但是其实 放上网 看或者IG 其实因为我们不是要 风景上一些很大的景深 反而是一个广角 这个是非常适合 更加神奇的 就是当这个广角镜 原来可以扭掉它前半截 扭掉它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 很好玩 很喜欢玩的 这个叫Marco Lens 我先给大家看看 Marco Lens 是什么呢 就是微距镜 就是说 当你这样的设定之后 你可以拍到手指纹 手指甲 拍到头发 拍到银子的材料 很多东西玩 拍到矮子 拍到昆虫 拍到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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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令到你的摄影 发挥很多创意 所以我觉得 非常值得去买这个 我想在做多少钱 百多元 不知道 我同事入了批货 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我现在试过 这么多个来说 是最质量比较好 是的 有很多套装的 它有一些是 外角度 有一个微距 有一些是 诚意的 即是 Telly 即是会 会 Zoom 即是 Telly 什么 远距 远距是会令到 长焦距 会拍到远一点的 但那些通常的边 都是化光 又不漂亮 这个是OK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鱼眼镜 除非你很喜欢拍大头狗的景象 我就不喜欢变形得那么厉害 所以鱼眼镜 就很少拍一两张玩一下 就不会实用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推格 今天很早起床 去了忠申公园去 做事 然后去了石澳拍照 然后去了上环 再去一个展览 然后刚刚赶回来 很充实 再想起 其实每一天都很充实 之前Chris Chris 大哥 就请了我们一帮男士 上了一辆水晶巴士 什么是水晶巴士呢 我都常常不明白 那些水晶在哪里 原来巴士 那些窗框 那些柱 是用Swaski的水晶 黏着的 那就叫水晶巴士 我记得是 如果也没错 多谢Thomas 邀请我们上巴士玩 是很特别的 这个巴士 是全港唯一一架 现在有两架 三架 都是同一间公司的 可以在车厢里面 一直看着很漂亮的景色 一直有餐卡 可以用膳 吃东西 它们有一些 standard的餐 大约二百多元 就可以有lunch 或者夜晚的旅程 可以坐巴士 一个点心餐 当然 我最劲的是 你可以包车 搞浪费 它下面改装成 可以打机 Cloud K 是一个很特别的 夜晚也挺漂亮的 整个气氛 我们讲这么多话 做什么呢 就是拍一条影片 拍给大家 去回顾花絮 这条影片 都是用Osmo Pocket 去做的 所以Osmo Pocket 真的很方便 不需要拿着很大的机 都可以做到很多影片 我们事不宜致 看看影片的Quality 和看看水晶巴士有多好玩 多谢Thomas老板 因为那晚他特意包车 以及请我们吃全计的海鲜 就是我在车上享受这个海鲜餐 我们看看 开片 可能是沙江是 rule的 ieben 有人会在家吗 直接搞便 友好的 由于是 ρο 季 核 explo 核 石 C 核 S 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午餐和晚餐在尖沙咀半島酒店開出 下午的車就去青馬大橋的其中一個Jomoff Point 拍照 而晚上就會去中環摩天輪停下來 我覺得是一個挺特別的體驗 尤其是如果你有朋友從外國回來的 其實裏面都是一路搭車的時候 一路都有不同語言翻譯了的導航 就是聲音導航 告訴你什麼景點和介紹 都是挺好玩的 這些朋友來到 好了 星期五 有些人反應 其實很累 上班下班 晚上還只講書 有沒有其他事情要做 我自己覺得 大家要增值 我就教多些 原來大家不只是想學的 不只是想那麼悶 我去教的 或者分享的 我試一下轉眼形式 反正星期五晚 大家可能還未回去 我們播一些短片 今次我選了很多日本廣告 本來我想展開它 逐個逐個跟大家分析 但實在沒有時間了 多多包含 我們就一次過看幾分鐘 然後再看幾分鐘 然後又分享一下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日本廣告 我想跟泰國廣告不同 泰國廣告都很出色 他們很有同理心 很有共鳴的廣告 即是很催淚 但日本廣告其實每一個都很認真 還有它的Pops 顏色是很刁鑽的 對於我們都叫做製作 製作人來說 其實很多東西值得參考 我希望 很多的影片 我也第一次看 找了下來 未看完 希望今天看完之後 中間又有些分享 大家想起 原來那個都挺正的 可能大家是行家 可能是做廣告的 你看回 原來人家真的這麼認真的 即是 無論多錢還是少錢 我們都不知道 但有些東西值得參考 如果不是的 你就是學生 或者你是一個觀眾 你都會看 去識分 我經常都說 你吃東西 你都會分 好吃不好吃的 所以今天我們透過別人的好的作品 一起看看我們究竟怎樣可以 就是學到裏面的創意 不一定就是拍片的 你做設計 或其他一般的應用 都可以把這條橋放進去 一起去片段看看 先看第一個項目 大約五分鐘左右 買他のお試しは バイトルアプリ スーカージャンジャカ ジャンジャカ スーカージャンジャ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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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スーカージャン 派手! ジャンジャカ スーカージャン これ! ダメ! これ! 買え 今 オリジナルスカジャン など当たる 合共阪神タイガースキャンペーン 出世! Like this, Miojo, Chalme Nya, O Misee wa Atchi-Nya! Get out of here! You're there, right? There you are, right? You still need somebody. You're anywhere you are. Come on! ST! 乃木坂46 新シングル シンクロニシティ ピップ 肩こりがひどいの ずっとほぐし続けてほしいの でもそんな暇な人いないから 助けてエレキバン ひどいこりでもずっと聞く ピップエレキバン コスパイ 今沙田ねえ 今試合中僕らも暇 ちょうど4人だし シャルウィーモンス スマホロッカーなんで なんとそのスマホが デデデン シャルウィーモンス モンスターストライク キューミンはあと1時間弱? 被害は想像がつかないぞ もう1時間だよ 俺のそばを離れるな え? めちゃしないでしょ 劇場版メーターってコラム ゼロの執行人 間に合ってくれ ラン 面白いこと見つけたのが 大人も妬む不敵テンション やりたいことへ 飛び込んでくぜ できるできない あちゃめちゃのまま 遊びたいのは 知りたいからね 君と僕の声 ぶち壊してて 新たな世界 リーシーマート でっかい人間なれ はい 巨大な女子高生が なにでっかくなってんだ 先生がなれって言ったじゃない 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でっかくて 奇麗事言うな でっかく飛んだな でかくて結構50ギガ ぽよぽよ ぽよぽよ スタートダイエット ぽよぽよ ぽよぽよ スタートダイエット 最大50%アップ DHCダイエットサポートセール オンラインショップへ お刀で切り結ぶ アニメ トジノミコとリンクする物語 剣劇コマンドバトルRPG トジノミコ刻みし一閃の魂 好評配信中 ピッコマン 人間から地球を救うため 正義の味方が降り立った あの名作キセイジュウが ついにピッコマへ 今だけゼロ円 LINEでバイトが探せる? 知らなかった ラインバイト 嫌ならやめちゃいましょう 苦しいなら逃げちゃいましょう でも好きなことだけは知っても話すな 名古屋モード学園 栄養入学受付開始 はい、ひょっこら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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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物ひょっこり食感 ほらの ほらの どこにでもある日々 だけどどうしようもなく 帰り スーちゃんの前行ってみて ねえ、君が 笑える場所 それは僕らが 笑える場所 いいねえがいいで LINEバイト LINEバイト いいがいいで バイト探したら 我絕對不許 好 我都在看著 我想你看到日本的文化裡面 是因為很強的動漫文化影響 你會看到 我不知道你覺得哪個最深刻 我會很深刻是 有些穿了扮蟲的人走出來 除蟲的廣告 其實他們都是做很多Pops 很多顏色 你會見到一個女生 跟著在一個鐵塔旁邊放大了 都是比很多日本的超人文化 怪獸文化去影響他們 會有這類的廣告 你見到他們的顏色是很鮮艷 比較唯美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值得學習 不知道你喜歡哪個 如果你有些心水的 可以留下你的 讓我知道 原來我們喜歡看這些廣告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將來有機會接這些廣告 都傾向那個方向做一下 好了 看完一個了 趕快看看第二個 我想大家都有興趣知道 第二段是關乎什麼 何故か上だけ何故か上だけもう食べた? 中職含了配合影音樂的食信開始 仙岩 凄く良いの 我又 まぁのグルーヴィ仙岩出た コロプラ 我多審的 カスタマイズしてくれますか どうでしょうか 我らをつけて 人類作り出さ 《武装カスタマイズアクションゲーム アリス・ギアアイギス》 - 뭔가... -聞いたことある哦NATUS-MON! まずは経済政策、不莫 미 Bristol! 違うな... 消費化 Bäck人! 外交問題だ! primer grudgeon BU、Jaku est on Steve World ちゃんと話し合うぜ ド派手にだ!! 《ギャムアイ!》 南Mag Fallout CAP не Penal どんな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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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んなちしい 超級的! 超級的! 22分のシャンプーの匂いがした 使わないあなたはきっと損してる 欲しいJR九州です みんなの見たいを作りたい イマジネーションが今渦巻いています 見るワクワクを続々と ヒカリTV スシロー 混ぜたい混ぜたい とにかく混ぜそば 混ぜていたい 期間限定 スシローの混ぜそば スシロー 朝が来る 朝が来る 地球の上に朝が来る アリが来る アリが来る あなたのアリの大事 ウルトラスのアリ フマキラー 水の涼最新作 グランクレスト戦記がゲーム化決定 俺たちの戦いと絆がスマートフォンで描かれる グランクレスト戦記 戦乱のカルテッド シルーがもらえる バンダイナムコ サカナクションベストアルバム サカナズカン スイーツのある星に生まれて よかった クリスピーサンド ハーゲンダッツ なんでLINEでバイトが探せるって誰も教えてくれなかったんだよ クッソー なんでLINEでバイトが探せるって教えてくれなかったんだよ クッソー LINEバイト クッソー シルー D Dre この日は BGM キブレイティー シル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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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英俊的, 通常都是男生, 普通, 甚至是古靈精怪, 都可以拍到很有趣, 很搞笑 所以我想, 像薇辣的方向, 通常女生都挺漂亮, 但男生就比較特別 Anyway, 如果你是一個挺特別的男生, 又或者是英俊, 都可以找我 我們需要大量的熱源, 因為我們有大量的片要拍 如果你是美女, 或者是很特別的女生, 都可以找我們 因為我們有大量的片要拍, 很開心跟大家分享 星期五, 我想大家都出去威風, 或者進修 所以, 感覺上今晚, 可能我少了跟朋友說, 今晚會繼續直播 Anyway, 我們這個星期都做到測試 我會留言在Fans page的專頁, 問問大家, 星期六日想不看直播 還是我都拍定一些技術性的片, 星期六日就播 都比小弟可能休息一會 但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直播, 那就照做, 無所謂 Anyway, 很開心這幾天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們都是一樣的 其實你可以留言, 因為你想聽什麼題目呢, 就告訴我 講什麼都可以的, 我講到就可以了 就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接下來想聽那部機器, 我想知道那樣東西 那你跟我說沒用的, 你在這裡留言, 讓我知道 因為我記不太多東西 好啦, 今天都差不多半個小時的時間 都是一樣, 多謝大家的收看和繼續支持 我們會繼續做的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今天的腦震蕩 還有我覺得廣告是 我們這樣分離以前 以前比較初階可以做 都不是初階的 比較下一層是做一些網片 十年前, 十年前, 二十年前 接著就去到電視台 接著就做電影 廣告基本上都是最高的那一層 為什麼呢? 就不是說, 能力高低 而是原來廣告大家 可能忽略了一點就是 同一個廣告可能大家重複看很多很多很多次 如果做得有瑕疵和做得不漂亮的話 很容易就不斷把問題給人重複看 但是電影那些極其量很好看 我們試玩足球看兩、三次 都很厲害 沒有那麼容易發覺 電視還是一樣的 那一集可能吃著飯來看 其實有什麼錯漏、穿越時空、 古裝、冠可樂 其實都是得淡少的 沒有太干預、太理會 但是廣告就是 當客戶給真金白銀 很想把我的品牌做到最好的時候 那個要求是最高的 所以透過,尤其是日本這個國家 這個民族那麼著重那個 認真、完美、唯美 其實看日本的廣告 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好了,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下次的直播再見到大家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可以覺得有用 就將這條影片分享出去 還有我們所有的影片 會放在YouTube Channel 我都會打回YouTube Channel 大家就可以上網去看到整個 可以看回Title 譬如我想學不同的平台 應該放什麼格式 或者想看之前的東西 都可以的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們有更好的資源可以做得更好 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見 拜拜